Gigi Bo Oh Gigi Bo 童话你做英雄 Oh Gigi Bo 让些心中流动 Oh Gigi Bo 一切向我手中 让世界更美好 坚持就一定成 Oh Gigi Bo 童话你做英雄 Oh Gigi Bo 让些心中流动 Oh Gigi Bo 一切向我手中 让世界更美好 坚持就一定成功 好醒了 谢天谢地 小猪猪 你终于醒了 好晕哪 迷糊老师 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不是在飞龙公馆吗 啊 我想起来了 是魔龙王那个家伙 啊 飞飞和超人强 他们怎么样了 哦 我们难道还不如你这个菜鸟 你们的身体都有不少的损伤 需要好好地修养 是谁把我们带回来的 那还用问吗 当然是我和小呆呆呀 对了 那坏影呢 你们碰到他了吗 我们赶到的时候 只找到你们 没见到其他人 我就知道 我们都被他给骗了 这还不够明显嘛 他假装来向我们投诚 说什么是卧底在魔龙王身边的武灵妹 其实是为了麻痹我们 然后让猎炎和双拳 打我们个措手不及 他们自己也就能轻轻松松地拿走魔法宝物了 凭他的实力和我们的差距 他有必要这样做吗 这不多此一举吗 闭嘴 你是在贬低我们的实力吗 不不不 我怎么会长他人之气 灭自己的威风呢 只是 我的直觉告诉我 事情应该不是你想的这样 超人强 你仔细想一想 够了 事情再明显不过了 这次的行动 我们所有人都被幻影给耍了 魔法宝物丢失了不说 整个小队都差点被暗灵卫一网打尽 啊 超人强 你冷静下来听我说吗 闭嘴 直觉 你还敢跟我谈什么直觉 我们被暗算 还不都是你惹的祸 我倒想问问 你是武灵卫的一员 袒护一个暗灵卫 处处为他辩解 你们到底是什么关系 难道说 你已经成了魔龙王的奸细吗 你们别吵了 哎呀 都少说两句吧 我总共才说了两句 一直都是他在说呀 你 我受够了 我要亲自待住所有的暗灵卫 再也不想跟你这种菜鸟浪费时间了 哎 哎 哎 等等我 哎呀 魔龙王的目的就是要占领世界 反正不管怎么样 他最后都要去打倒先帝公主 然后自己做上王位嘛 所以我们只要去保护公主不就行了 对呀 小代代 你真是个天才 哇 小代代说的没错 魔龙王已经取得了最后的魔法 没法保护 时间不多了 我们赶紧出发吧 哦 嗯 路上小心点儿 哎 哎 哎 在那儿 我们赶紧跟过去 哎 哎哎哎哎 哎 前面这儿 这不是 飞龙公馆 难道他们要对飞龙下手 走 我们去飞龙公馆仔细侦查一下 一定要保护好飞龙的安全 哎呀 喇叭 小心哪 山川魔龙堡者 死 哎 魔龙堡 喂 这里是飞龙公馆 这位耍帅的大哥 你走错地方了 嘿嘿嘿 你们别想从我这里过去 呃 想阻拦我们 那也得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 波比 哎 武灵威力 变身 左右包抄 是 让你尝尝这一招 再来 哎 看你能支撑多久 嘿 嘿嘿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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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愚蠢 你这点小石头 根本伤不了我 你说的没错 不过我的目标可不是你 而是 你手中的盾牌 什么 啊 啊 哼 这帮家伙居然能找到这个地方 嗯 老大 我们进去吧 嗯 或许我该面试几个新部署 好 让我看看另外几个怎么样 哎呀 先帝公主怎么还不来呀 我们等他都等到发霉了 各位 哎 啊 让你们久等了 你们来找我有什么事吗 公主 您认识一位叫幻影的武林卫吗 她说以前是您的贴身侍卫 嗯 幻影 不认识 从没听说过 你们问这个干嘛 啊 我们最近遇到了一件事情 幻影说 她以前一直都是您的贴身侍卫 嗯 一直忍辱负重的在魔龙王身边做卧底 可笑 我怎么可能会让一个暗铃卫做护卫 你们来找我 意思是怀疑 我和暗铃卫有勾当吗 啊 先帝公主 我们只是确保您的安全 够了 别装出一副大衣凛然的模样 来人 在 是 我就让你们自己看个清楚 省得你们又冒出什么 我跟魔龙王有勾当的话 哎呀 公主殿下 这都是为了您的安全 就算您感到被冒犯 我们也非做不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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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林卫名册 这是 乔伊 小猪猪 你怎么了 嗯 嗯 菲菲你看 这是武林卫的名册 如果幻影说的是真的 那么她的名字也应该在这本书上啊 啊 啊 怎么了 没没什么 猪猪侠 今天怎么有空来还工作客 啊 飞龙 快来快来 帮我们分析一下吧 你们还在琢磨这个幻影的话吗 啊 如果幻影是在骗我们 那理由到底是什么呢 很简单 我认为她就是在故意给你们灌输错误观念 啊 什么意思啊 你仔细回忆一下 从她说自己是武林卫开始 你的心就已经动摇了 猜测了 一直在不停的思考 欢迎到底是敌是友 然后不能对她全力出手 对不对 嗯 没错 她已经用这样的方法抢走了一次飞龙之意 如果她再来一次同样的方法 只是这次的目标换成先帝公主 我 你们要怎么办 哦 你的意思是 幻影只是故意在混淆我们的视听 给自己创造趁虚而入的机会 没错 哎呀 这下听懂了吧 呃 完全 没听懂 能不能再解释一遍呢 哎呦 哈哈哈哈 这个猪猪侠真是个有趣的家伙 不管怎样 敌人的最终目标都是先帝公主 请你们一定要保护好公主 拜托了 你们慢慢想吧 我约了客人 就先告辞了 嗯 再见了 我们一定寸步不离 守在公主身边 快开门 快开门呐 哎呀 哎呀 欢迎你们 今天怎么有空来飞龙公馆 我们今天抓住了一个暗铃妹的赤后 蝙蝠怪 嗯 我们一路跟踪他 最后看到他就在这附近消失了 哎呀 然后我们就遭到了铁龙怪的伏击 嗯 我们怀疑魔龙王要占据飞龙公馆 嗯 作为他的堡垒 哦 这些天请你务必注意安全 魔龙王接下来的行动 可能会伤害到你和飞龙公馆里的人 你是专程来提醒我注意安全的吗 是的 多谢你的关心 我真的非常的感动 你知道吗 嗯 我一直都认为 你是一个真正懂得责任和正义的英雄人物 哦 是 是吗 你觉得我是个英雄 嗯 一个真正的英雄 嗯 你知道吗 虽然很多人都不认可我 觉得我是个被劝退的骄兵 但是 我一直都认为我自己做的没错 我只是在贯彻正义 没错 我所理解的正义 不光是只能打败邪恶 抓捕坏人 还要保护那些弱小的 在痛苦中挣扎的普通人们 哪怕他们会误解你的行为 不认可你 甚至是伤害你 你都要坚持自己的信念 把正义从始至终地贯彻下去 说得对 我就是这样想的 才去当上武林位的 来吧 我带你去见识这个世界的 真相 不好了 有人硬闯皇宫 什么 来得正好 我刚刚睡醒 飞龙说得没错 你果然是来刺杀先帝公主的 忠忠侠 快 走 你又在耍什么花招啊 我 我不会再相信你的啦 武林威力 变身 快 快离开这里 你们都被骗了 飞龙就是魔龙王 什么 什么 快离 快离 我不会再上你的当了 嗨 嗨 嗨 天前胡 你干什么 你还用心唐的话吗 不 我想他这次没有骗人 我刚才翻开武林卫名册的时候 发现了一个被你们忽略的小线索 那么他的名字也应该在这本书上啊 诶 怎么了 没 没什么 被撕掉的页数一共是四张 也就是说 一共有四名武林卫的资料 被人从名册上抹去了 如果幻影说的是真的 仙帝公主被魔龙王抹消掉了部分记忆 那么魔龙王抹消掉幻影他们武林卫大爱 也不是不可能的 对吧 四个人 烈焰幻影 双拳 那么还有一个人是谁呢 没错 那个人就是飞龙 飞龙以前啊 那可是个很厉害的角色呢 给我抓住他们 抓住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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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焰 双拳 你们和仙帝公主是一伙的 公主 你 动手 小呆呆 把他干掉 我们快走 可恶 你们逃不掉的 给我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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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没有 超级棒棒糖 还有 有情来帮忙 让我学会 努力和坚强 给我生气的力量 如果没有超级棒棒糖 还有爱的正能量 让我学会 然后学会自信和悲伤 最寻最初的梦想 超级棒棒糖 骗着彩虹的光芒 超级棒棒糖 骗着太空的光芒 关键时候帮我忙 给我勇气的力量 超级棒棒糖 它有生气的力量 而我失定也不慌 靠我自己向前闯